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我们讲到这个郑神宫跟荷兰人的海战 那我们从这个海战来回溯到这个整个西方 在近世以来就五百五百五六百年来 这个他们这个势力为什么能够遍布全世界 主要就是这个战舰他们的船的先进 那我这边用了这张图 大家看那个标题叫佛朗基式的甲板大船 佛朗基这个名目在讲这个佛朗基 一般就讲西班牙 当然包含葡萄牙 就叫佛朗基这种这个大船 所以上一次我们引用一条这个史料 这个提到达迦马的就发现新航路的达迦马的船队 它的小型船你看就有好多的武器 大型船它的这个大炮 大炮还有这个更更厉害了 还有一个最大的船 这个炮也是更多了等等 像这一种 就是这个这一类这个 这个葡萄牙西班牙的这一种这个船队 那时候在中国人的记者 当然大家不要忘记 那时候都是帆船的时代都是帆船 所以它有这个好多个桅杆 再来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炮威力才会那么大 大家知道这个大家吗 这个发现新航路是15世纪的晚期 这个但是我们在讲的这个呢 这个战争是17世纪中期以后了 这个那因为这个荷兰人到这个东南亚来 那是17世纪的开始 这个1602年 所以这个荷兰人 这个距离达迦马的时代 荷兰人到东方来 这个距离达迦马的时代 也超过了100年了 已经超过100年 那当然这个那时候他们来 应该是比这个达迦马的 这个时代的船都还更进步了 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文献 所记载的这个有一段话 我们还是要读一读 他说红离 火麻烦所造的这个巨箭 大如山 固如铁筒 坚不可破 而且呢 他们在海上是没有人能够抵挡的 这是明末 应该说是清初了吧 那因为写这个的人 他这个书的出版是1646年 大家知道1644 这个明媚王 不过这还是南明的时代 还这个 正成功 正要这个出头 但是他还没有带兵 这样的 所以这个明朝的官员也认识到 有这样的两句话 他说彼舟如山 他们的船像一座山 欧洲如地 好像一个小小的土堆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欧洲的船 跟这个东方的中国的船 这个差别当然事实上是很大 很大 大家知道这个西欧的国家 都有长久的这个造船航海的传统 这个造船航海所需要的科技 是非常复杂的 中国人当然也要学 但是没有像学那个弗朗基 就火神枪那么容易 当然他们的这个复杂度 比火神枪高多了 那我们看看这个荷兰的船 荷兰的战斗帆船 一般来说也是分为大中小三型 这个大型的 有三十门以上的这个大的火炮 四五门的这个巨型铜炮 中型的这个战船 一般有这个二十门大炮 小型的也有十几门 像这一张图所显示出来的 这是1624年的时候 河南的船到台湾来的 就是这一种的这个战船 这一种战船 所以这个是比当时候的这个唐船 就中国船远远的强得多了 因为根据记载 他说这个唐船 只有两门大炮而已 这个差别就很大 所以江日生 写台湾外籍的江日生 他叙述 当时过的中国人 在海上最怕遇见 荷兰的红毛帆的这个船舰 那中国船在西方的文献 这个一般叫做荣克船 荣克 荣克这个语言 是来自于马来西亚语 它是一个范称 这一类在东南亚 这一类的船只都叫做荣克 荣克船跟欧洲船 它有一点相同 它是有龙骨的 而且它有它的特色是什么呢 它是用布或是竹铭 所制成的一个方块形的 方形的这个布的帆 来售风 这样 那在这个到17到18世纪 东亚海域的这个唐船 中国式的这个船 大型的这个帆船 其实也会坐得很大 坐得很大 甚至于有大到600吨 它的上面可以称载一两百人 这规模跟东印度公司的船 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多少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中国也可以造大船 也可以那个 那差别在哪里 大家知道 中国的船的肉点不在于大小 不在于大小 是它的战斗力 这个呢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 在这个五辈制里面 就是明末的那一部兵书 有关的一些这个 它虽然是讲明代的 但是发展到这个时候 已经是17世纪了 那时候中国的战船 这个挑几个 出来给大家来收一收 而且呢 你要注意它的这个特色 特性 这个不是纯粹比大小而已 而且为什么要这样考虑 大家知道啊 练历史 这个我们一再强调 从郑之龙到郑成功 甚至到郑经 这个呢 他们这个郑氏家族呢 建立一个海上王国 那你如何要成为了海上王国呢 对不对 它原来就是以金门下门 这两个岛做根据地 是后来因为这个 来拥有台湾了以后 还算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地方 不然的话 它都是在海岛上 是吧 它主要就是靠船嘛 靠船 但是啊 我们一般练历史啊 我们就很难想象 到底郑成功的 他们的这些船是怎么样子的 这个一般呢 你这个读文献 也就是 只是看西方文献 就是荣克船 荣克船 好像这个 这个荣克船 我刚刚讲 荣克是一个范称 它这个天差地别 你这个很小很小的船 也可以叫荣克船 对不对 当然三版是另外一个 还有呢 它可以 可以打仗用的 也是荣克船 所以这是一个 很笼统的名称 但是呢 这个五倍字里面 有非常细致的 这个船的分别 不同名称 不同功能 它的特点 而且它把它图都画出来 给我们看 所以呢 我想这个大家 把这一些资料看一看 至少就可以来想象 郑成功的这个海上王国 它主要靠的就是这一些舰队 这一些舰队 甚至于他们也是用这一些船 到东南亚到东亚到日本 这个隔个地方去做生意 是这样的 这一个呢 大家看那个标题叫螺船 螺船 其实就是像一座 小堡垒的 他说 船上建螺 三层楼 列这个女墙战阁 女墙 下面那边 女墙就是那个矮墙 这个 开奴窗 毛屑 它有那个窗子 可以射箭的 有那个洞 可以 这个有那个屑 就是一个洞 有那个毛 就是武器 可以那个 其实你用火枪也可以啊 而且呢 他必要的时候 他上面 外面还披着那一种 毛之品 这个皮革的那个布木 这个为什么 这个是要防备人家的火功 他也怕人家火功 这个炮车 也有炮车 这个船上也能发炮的 所以他有那个 也有这个炮弹 这个 所以他整个形状呢 你看这三层 就像一座小城堡一样的 这个 这一种 甚至于如果宽广的地方 也可以跑嘛 可见呢 这一种船呢 是相当大 不过 这一种船啊 遇到风暴 人力不能控制 所以呢 这个五倍智 这个毛元宜这样讲 走 不便于用 看给他好看 但是真正的这个 用 很不好使用 但是他说 失智于水军 在海军方面呢 不可不依不舍 主要是 足张形势 主要 要让人看他怕而已 足张形势 这个 严格 严格讲 面对西方的真正那个 几十门打炮的那一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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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看不重吃 这个是 大事很大 第二个 第二个船 叫做 斗剑 这个斗剑也是 用城堡的思维 一样的 前悬上 前悬上 也是 射了这个 这个女墙 因为 士兵 都在 可以在那边 这个射剑 射女墙 他可避半身 可以遮蔽 墙下呢 有空穴 而且 剑棚 上面有剑棚 的这个 是吧 棚上又 建女墙 所以这一重一重的 所以 整个的 大家觉得有趣吧 他是把这个 中国的城堡的 那个idea 那个 那个 链头 他搬到船 搬到船上来 是这样的 正如刚刚的 刚刚的那楼船 也是一样的 所以 这个非常有趣 这个民族 真是一个 入战思维的 真是一个 入战思维的民族 我们从这个船的 结构来看 可以 可以这么想 好 所以这 刚刚讲的 楼船 斗舰 这两种船 这个真的是 好像 这个 像一座小城堡 这样出来 但是 下面要讲的几种呢 都是轻快的 所以 你可以 等一下 我们把那个 轻快的船 看了一下就清楚 它好像有两个极端 一个是很 雍重在那边 一个是很轻巧 好 这个呢 我们 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大家看 另外一种船 是什么样的 各位观众 欢迎回到 民事台湾学堂 台湾的觉醒 好了 我们很快的来看一看 另外一种 这个在明末 十七世纪 所有的一种战船 另外一类型 就是取其轻小快捷简便 是这样的 好 那所有的一个专有名称 比如说这一类叫做走科 走科这一种船 是取其快速 他说这个船夫呢 都是 就是遥传的都是战族 不是只是遥传而已 他也是 这个这个军队战士的 所以都是选那个 那个勇力精锐者来 来 来 来谣传 他往返呢 如同 飞鸥 海鸥的飞翔一样 这他的 主要的 目的 叫蹭人所不及 蹭 他非常快 蹭人家不注意 他可以达到你 这是一种 好 第四种呢 叫做海鸥 这个海鸥 海鸥呢 它的特点呢 就是 他不会请谁 不 不容易请谁 这个船型呢 是 这个 船头第一 船尾高 前大后小 像这个鸥 就是像一种 类似于老鹰那一类 鹰准那一类的 这个 的样子 这个 这个 悬上 左右两边 这个 都 自有这个浮板 所以好像那个鸥 那个老鹰那一种 这个 这个翅膀一样 这种船的特点 即使这个 这个风浪很大 它不会清澈 不会倒掉 不会倒掉 是这样的特点 另外一种叫做蒙冲 蒙冲这个船是小而快速 是用这个生牛皮 牛隔皮 这个蒙的战船 蒙住的战船 它是左右两边 这开孔 前后左右都有那个窗子跟那个孔穴 所以主要就是发射 射箭来用 敌进 则施放 所以靠近敌人 这个 所以整个来讲 它好像外面 玩一个很厚的那个牛皮 很坚韧的牛皮 这样来 照住 这个 另外 这个 大家知道 这一种船 当然不会搭 因为它就是快速 要接近敌人 这个 而且是蹭人不备 的这个特点 另外一个 名称叫做游艇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游艇 那时候 这游艇是 也是取其快速 这种船 只要是试探用 就是 就是做那个 前哨这个去打听消息的 这种船没有女强 船上的这个奖 都是随这个挺子大小 我的长短 这个回军转阵 齐疾如风 是吧 快 所以迂后用 就是这个探子 打听消息的 这一种这个情报员 在用的 的这种船 所以啊 大概啊 当然啊 这个 五辈子里面 所类的战船 不止这一些 我是挑 比较典型的 所以整体的概念 我刚刚 这个 在修习以前 我已经说了 我看 有的大的事 真的是很大 但是 这个 主要是他的这个威力不大 他这个都是用这个 在陆地上的城墙的那个观念 搬到这个船上来 另外船 另外一种是 小船 便捷 轻快 这一种 这一种是 偷袭用 这一类的 大概 就是这个 一直到明末清初 大概整个中国战船 大概也是中国传统战船 的基本的那个 十七世纪的中国船舰 大体来讲 南洋 幽于北洋 就是长江口 以南的 这个船 是比长江口 以北的船 这个 要 先进 南洋的船只 是以这个 福建船 跟广东船 为主 但是 福建船 跟广东船 也有差别 这个广东船 是用这个 铁立木 来建造的 所以 它这个船身 非常坚硬 它木头很坚硬 福建船 是用山木 福建山 这个山木 是比较软的 所以 如果真正 福建船 跟广东船 要对撞的话 当然 福建船 是不堪广东船 广东船的这个 船身 那个木头 非常坚硬 非常牢固 这是 不过 广东船 是下载上宽 所以 它在内海 内海 它是很稳的 在内海很稳 但是到了外洋 它就是很容易摇动 所以 而且攻占不力 这是广东船 不如福建船的地方 福建的造船 不论在形制功能 都比较细致 根据五辈子里面的分析 福建船可以分为六号 这个一号二号船 都叫做浮船 四里雄大 便于 离通 充 离通 这是一个 三号是烧船 就是打探消息 四号就冬船 冬天的冬 这一种船 攻占追击 五号是鸟船 六号叫做快船 这一种 风浪很大不怕 这个是打听消息的 这个探子的船 所以 这个 毛元离 五辈子的作者 毛元离说 船自到福建 被移 福建船的 是已经达到 中国船的顶峰了 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读这一些资料 就是要提醒 我们的观众 郑成功海上王国 它整个基础 很重要的基础 它的舰队 它的船舰 我们要了解福建船 才能够了解 郑成功的海上王国 谢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以后再看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